回憶其苦日子 蓬萊爸爸忍不住掉下眼淚 35歲那年幫朋友作寶 因為朋友無力還錢 蓬爸爸賣掉彰化農地 來償還債務 當時生活遭遇困境 並沒有擊倒他 帶著全家大小 搬到有殼重新打拼 便手之足靠著雙手 建造自己的家 這個我們住的這個房子 是說我去建議 那時候做好 腳擲回去 腳擲回去 從六月以後 那時候都 很困難 都一早四五點就起來了 既然很困難 五個小孩都要成長大小 年輕人很困難 還要養小孩 還要做保養小孩 所以那段時間過得很困難 後來我們這個台北 他也是跟我說有做工 這樣也非常困難 他跟我說他都不在休息 因為他休息就減貪 所以都不敢休息 把我們這些小孩 一隻一隻把他拉拔送大 大家都非常有成就 彭爸爸和太太努力 維持家計 拉拔五個小孩長大 現在大家都有所成就 兩夫妻放下養育重擔 加入中西里環保志工隊 一做就是十四年 持續投入社區活動 當隔不老志工 越做越快樂 兩老的都去做這個儀工 可以運動 很好 這樣看他心情很好 雖然曾經歷一段辛酸往事 彭爸爸依然堅強勇敢 正會獲得模範父親殊榮 除了喜悅之外 更高興自己能留給孩子們 一個好榜樣 中西里環保志工 Yeah 專家新聞陳教育 永和報導 快樂 他申請 省